哈囉大家好我是竹台 這一次影片就是來講一下就是這幾天所開放的一些活動啦 那首先第一個要提到就是我們征服者的活動嘛 那征服者的活動會在明天開始 就是開始這個準備階段啦 那這兩天其實就是預告階段 就是跟你說有這個活動然後就是 你們想要知道更多說明的話就是可以看一下前導說明 然後征服者這個活動的話其實 就是前半年有開放過一次啦 只是那一次算是BETA測試就是測試版本這樣 然後那一次的測試就是 有一些東西他這一次就有優化啦 然後這一次跟上一次的 差異就是說 上一次的那個征服者其實我們打的就是我們目前伺服器周遭的人 然後就是每一輪每一輪就是慢慢的擴出去啦 然後但是這一次不一樣的點就是說 上一次是平面嘛 平面然後有限制伺服器就導致說其實 就是有的伺服器他們所在的方位是 比較好的就是可能在最邊邊啦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 不會就是說四面都遇到敵人啦 就是可能只有兩個地方啊或者是那個 然後像有一些戰區就是一開始就是在最中間嘛 所以就是就會 四面都是敵人啦 四面都是敵人然後就是很容易受到攻擊這樣 那這次就有優化了 那優化的點就是說他改成球狀了 他改成球狀了所以我們 每一個戰區的條件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就是說四面都會受到敵人攻擊 然後但是他這一次他有做一個改動就是說他把戰區整個全部都打亂了 就等於說我們這次打的就不是我們 伺服器真正位置上面的鄰居 就是整個這一次就是整個全部都打亂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去 他是怎麼去排這個東西的啦 就是目前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一次就是整個球狀然後大家條件是一樣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活動之前就是 反正就是 打到最後就是會有一個 中組的那個 那個戰區就是其實我們大部分就是聽中組戰區的話啦 然後我們打輸的地方 就是打輸的伺服器就會變成那個 算是附屬戰區啦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勢力嘛然後就是 去攻城略地這樣然後就是把更多人就是納入我們旗下這樣 那 當然啦有的人就是可能他們就不太喜歡去聽那個中組的話然後就會去起義嘛 那 如果起義成功的話就是他們就是會恢復成自由之聲 然後就是 又是一個自由的伺服器 但是如果沒有起義成功的話就是 這一次就是有新增另外一個玩法就是說 混沌騎士 那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混沌騎士啦應該是 翻這樣然後 這個東西的話就變成說 他有一個限制就是說你戰鬥力要達到一定的量 才有辦法成為那個混沌騎士 然後混沌騎士之間我記得他是沒有辦法互相攻擊的 然後 然後 變成那個騎士之後就是變成說你也不為任何人而戰 你就是為自己而戰啦就是 就是你就是可以四處搗亂這樣啦 反正就是人家在打架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四處去打這樣 反正算是一個 還蠻 算是蠻 增加一點變數的東西嘛 但是 我想可能多數人也不太會想要玩那個玩法 除非就是那個人很好戰這樣 就是誰的話都不想聽誰都 誰都想打這樣 所以 這算是 這次一次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改動啦 然後這一次還有多一些什麼 王者之界啊 榮譽殿堂 但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來講 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可能達到 那種程度啦 那 當然嘛我們就要把握自己能把握的東西 那 記得啦就是這些成就的東西就是 能解的話就盡量解 然後 能參與活動的話就盡量參與活動 以我上一次的經驗我算是蠻常參與活動的 所以 就是貢獻兌換這邊 東西其實我大部分都有兌換完啦 就是 以上次的情況 但是這一次的話又有新增一些東西 所以我 並不確定說 有沒有辦法全部都換完啦 我不確定 但是就是 就是 就盡量參與啦 然後 有的人可能會想說啊我會被打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你 多參與活動嘛就會有軍攻 那軍攻這種東西就是可以來補充一下你的那個 可能你 損失士兵啊還是什麼 就算你沒有士兵你有士兵就是他有給你那個自選兵種箱可以讓你去做兌換 所以 你士兵被打空了也沒有關係就是反正你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可以療傷嘛 那 還有軍攻 軍攻可以來做兌換嘛 那就是多參與活動啦 然後 這一整個活動結束之後 沒有意外的話 沒有意外的話 他應該會 歸還就是你一定比例就是在這個活動期間 這個活動期間你消耗的所有東西 他會化成一定比例的東西還給你 就是我們上一次是有就是有這樣但是我不知道這次有沒有 沒有當然是期望官方會就是會有這個動作啦但是 應該不可能會沒有吧就是我覺得應該至少還是會歸還你一點資源啦不然我覺得沒有歸還的話其實 我覺得有歸還應該官方不會這麼蠢吧不歸還 那反正就是我們先期望他就是會跟上一次一樣啦先期望好不好 那 就是 大概的介紹啦反正這次活動就是盡量就是 能夠參與就參與啦能夠打就打這樣 然後不用擔心自己的東西沒有 反正他的軍攻商店就是有東西可以做兌換 那再來的話 這一次其實射擊的戰區也比較多一點啦就是就是包含了更多2000 2000以後的戰區啦就3000可能還沒有 但是我們上一次的時候其實就是2000只有一些戰區進來打 然後 再來還有哪一個改動就是說 前一陣子其實還蠻多伺服器都有併服的 所以我 在想可能有的伺服器還在 兵荒馬亂的狀態啦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盡量找一點整合啦 整合之後就是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這樣 那接著就是這幾天其實是光棍節嘛 然後他們光棍節的時候就有開放一個新的活動 這個是完全全新的活動就是一個 拍賣行 拍賣行的東西 反正你就是可以上架自己的 橙色裝備啦太坦裝備可以 上架然後 上去賣嘛然後你就可以上去競標 然後競標就是 在這裡就是大家會把自己的那個太坦裝備 就是上去競標然後就是要上去 喊價嘛 那基本上啦 這個活動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那 沒什麼關係的原因其實你自己看那個代幣的價錢 你就知道了 那 你自己換算一下嘛 就算就是以官方的那個 以官方的那個什麼啊 他們的裝飾品大概就是1500 這已經是我目前看起來相對來說比較便宜的 也有1000的裝備啦 那你自己去換算那個 競標幣 自己換算 1500 然後大概就是 1700乘以5大概是 850啦 8500啦講錯了 大概8000多塊 你買一個 裝飾品 官方裝飾品要 8000多 然後假設你今天是想要買一個 比較便宜的太坦裝備1000塊的話 你就大概要花 4000多 5000多 這個怎麼想都不划算你知道嗎 因為 這個遊戲基本上 他本來就沒有所謂的交易系統 他並不像 新風之谷那樣就是可能 輪迴可以一直漲 然後什麼東西可以一直漲 基本上這個遊戲的所有東西 你買下去就是貶值 你買下去就是貶值 所以 我覺得你要砸錢買這個東西是 完全沒有意義的 真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這東西就讓那群土豪們去玩就好 然後縱然 對了他還有另外一個幣就是反正你買東西之後會給你一個 競標幣買完之後還有 他會按照一定的%數就是給你一些收益幣啦 這個收益幣的部分就是可以換這些東西啦 那基本上 還是一樣那句話 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看看就好就是 當吃瓜群眾張就好就是看人家的 就是到底能喊到多少錢 目前已經有一些東西已經喊到一台車的價錢了 已經喊到一台車的價錢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浮誇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們 他們是到底 本職行業到底是做什麼 是老闆嗎 是老闆嗎 完全不知道就是 怎麼有辦法就是可以花這麼多的錢 對那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5A科玩家完全沒有關係 甚至是中科玩家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你就當吃瓜群眾看看就好了 那 下一個東西的話就是我要來聊一下就是 禮拜五的時候有做一次改版嘛然後 禮拜五那一次改版就是還是有添加一個就是軍政的東西然後我忘了講 我真的忘了講 那 官方 他們自己表示說這個東西就是免費送屬性 那 就算是免費送屬性啦 照我的話來講啦 就是 讓課長更強啦 因為基本上以我們 中課以下的玩家除非你有特別去課這個軍政 要不然你正常農 根本就不可能讓你的天賦點數有農到就是可以 點到 就是比較 就是這次改版重點啦是可能進化之殺啊然後跟另外一個核心天賦的東西 基本上你要點到是非常非常困難啦就是以中課 中課等級的話你要點到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啦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再一次拉到就是我們 就是這些沒有花很多錢的玩家跟大課長之間的差距啦 所以這個東西我不會說他 很好啦雖然他的確是有送一些屬性但是 也是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就只是讓課長更強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放寬心去看就好了啦 那以上就是我目前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就是我目前 段落先壓在這裡因為我後續還會再出一支影片 我會再跟大家聊一點心路歷程啦還有 我們這次出的英雄的部分啦 當然不會是解析啦就 其實就只能大概聊一下而已 那我們 下部影片再見啦再來聽我抱怨一下 掰掰